有關剛剛的動作,把它再延伸出去,變成兩個按鈕 假設要重新做的話,又要再重新輸入一次公式 然後又要再把它弄一下 但是如果將來我不要,我希望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把它清掉,一個按鈕是把它再重新完成 就這樣兩個功能 當然很簡單,只是透過這樣的練習 主要是讓大家了解怎麼樣去錄製劇 並且讓這個劇集很輕鬆的可以變成按鈕 可以被執行 主要這個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就是你不想寫程式 但是又希望可以讓那些動作自動重複做 當然你這個可以做得很複雜 就是說很多頁面很多欄位 通通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執行程式不是只能執行幾個簡單的動作 它其實可以執行很多耶 甚至可以結合像剛剛的樞紐分析表 產生樞紐分析圖 甚至可以把那個圖看看獨立定存檔案 其實都辦得到的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層次串下去 但是不要有BUG 我們當然就是先從簡單開始 首先要怎麼樣完成這件事 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地方恢復一下 然後這個就兩個 很簡單的 首先第一件事 你需要先把一個功能叫出來 那個功能叫開發人員 OK 特別注意 那個開發人員 理論上 如果你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假設2019的話 以前的版本 這個開發人員預設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怎麼把它呼叫出來 第一個的話 你要找到這個箭頭 其他命令 OK 然後這個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自定功能區 就會看到開發人員 那預設的話是這樣 你如果假設沒開 是沒有的 沒有是正常的 但是我印象中 好像Office 365最新的版本 它預設呢 直接就會出現開發人員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呢 為什麼開發人員 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不直接就把它打開就好 那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大部分人都用不到 如果大部分的人用不到的話 那打開其實呢 反而是增加別人的困擾而已 OK 但是那你想說 為什麼最新的版本打開了 因為呢 他可能有一個做大數據分析吧 他可能發現 哇 原來大部分人 直接打開也是有的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直接開開發人員 那如果直接打開 那乾脆我幫你開算了 不然的話也增加你的困擾 對不對 做一個動作 所以我在猜應該是 他可能裡面 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一個統計的一個數字 OK 大概是這樣的猜想 那所以呢 當然如果你是舊版 沒關係 你就把它開起來 這個開發人員 OK 那第二個的話 切過來之後 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環境裡面 就會有幾個 大概等一下會用到的功能 不外乎就是 錄製錄錫 有沒有 然後錄完的東西 放在這個劇集裡面 那如果你要編輯程式的話 會看到有一道Visual Basic 那我們一直講到有關VBA有沒有 那實際上他的全稱就叫Visual Basic 後面A的話就是Application 那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那個Application 就是應用程式 指的就是Excel 也就是說 這個Visual Basic for Excel 而存在的喔 那你想說 那Visual Basic for Powerpoint 當然有啦 那Visual Basic for Word 也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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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 這個Visual Basic for Outlook 它有所有的 OVis系列家族的 所有的Application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說 假設Excel不能記信 那如果你要讓Excel具備有記信能力的話 那你可以用VBA去呼叫Outlook的Application 它具備有記信的功能 那你可以把Outlook當成物件 呼叫載入到Excel的程式裡面 然後呢 把你的Email信箱傳到Outlook物件裡面 它就幫你記信了 也就是說 兩邊是可以互通的喔 或者是說Word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Word裡面有很多表格 你要把那些表格 載入到Excel裡面繼續完成的話 也是一樣 你可以呼叫什麼 Word Application 諸如此類的啦 大概是有這種概念 也就是說它其實很多延伸的地方 這已經更進階了 所以呢 主要是這個功能 開發人員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大概知道一下這個位置 這個錄製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要增加按鈕的話 其實主要放在這裡 插入裡面喔 按鈕在這裡 左上角這個按鈕 那它其實有點像小畫家 你把它按一下拖拉 它就會有一個按鈕出來 然後呢 它會問你說 你的錄製去集放哪裡 你就給它 它就可以幫你產生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錄 然後你等一下練習就是錄製 然後再執行看看 沒有問題就增加按鈕 我把這兩個按鈕先刪掉 那接下來的話 錄製的話 特別注意 它其實就跟我們 怎麼講 這個錄影的概念差不多 也就是說 你做的滑鼠鍵盤的動作 它都會記錄下來 所以 如果你有做錯誤的動作 它也會記錄下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能夠做錯誤的動作 所以我建議 你們等一下 在做錄製之前 先彩排一下 因為很簡單 三個動作 我大概DEMO一下 彩排的話 就是 1.游標點選1.4儲存格 這個就是說 游標不能直接在這裡 你一定要從外面點進去 這樣子它才會錄一行程式 就是Range14.Slate 你被選 第二個動作 這個公式不要刪掉 因為我們直接 游標放在上面打勾 第二個動作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意思是說 把公式 輸入到儲存格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 你不用傻傻的重新輸入 你用舊的就好 反正其實 我們只是要把這個公式 放到儲存格的動作就好 所以 建議是 你不要刪掉 OK 第三個動作 就是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 空點快點兩下 這樣子 OK 三個動作 1 2 打勾 3 向下填滿 好 刪除的話 清除的話 就是 一樣 1.游標放這裡 2.選 選的話 我是建議 你不要用滑鼠選 我建議你用快速鍵 Ctrl Shift 向下 OK 你想說 老師 我用滑鼠選個不一樣嗎 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你用滑鼠選 選到哪裡 它就記錄到哪裡 可是以後資料會增加或減少 怎麼辦 它就會 沒有辦法幫你改 但是用這個方法的話 好處就是說 Ctrl 向下 其實就是追蹤 追蹤到這一列的最下面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增加或減少 它會幫你增減 那多按一個Shift 鍵是什麼呢 就是選取的意思 有沒有發現 沒有按 它沒有選取 只會追蹤 那Shift的話 就是多一個選取 OK 所以Ctrl 向下 其實當然還有 Ctrl 向右 就向右 選到底 OK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如果你用Excel 假如沒有用過Ctrl 向下 不要說你會用Excel 真的 我是覺得 有很多功能 真的 很多人用很久 但是從來不會用 有些函數 像我們今天教的Test 跟Value 我發現應該也很多人從來沒用過 從來沒用過 說真的 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真的 你讓人家覺得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會用嗎 OK 不過這個大概只是一個素養問題 Excel的素養 OK 所以以後 假如你面試新人的話 你剛才問這幾個問題 我看應該大概就知道 他的程度多在哪裡 如果他沒辦法回答正確答案 那其實他應該也是不熟 可是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對Excel的需求很大 你找一個不對的人進來 反而自己麻煩 你每天都要盯著他 還要教他 然後他效率很差 你要每天教他 教一教 他又不開心 不開心沒多久他又走了 那不是很浪費大家彼此時間嗎 所以現在很多人不想交新人 直接就找 先問 確定說你這個人OK 再進來 可是問題你也不知道到底這個人OK 所以有時候 就問那關鍵的問題就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記得 E 優標放這裡 Ctrl 序格向下 最後按Delete 一樣三個步驟 再來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錄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 我們就是錄字句集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也許叫做什麼 串接 給他一個簡單的名稱 串接 好像我這邊剛剛有亂過 所以把他蓋過去 取代掉 所以你NG的話可以重錄 蓋掉就好 然後呢 1 優標放在1.4 2 上面點一下打勾 3 快點兩下 好完成了 完成就結束 就停止 那我們就會產生一個聚集 叫做串接 有沒有 然後清除的話一樣 所以一樣把他錄字 我剛剛已經有一個了 不過沒關係把他蓋過去 所以你假設NG的話 有沒有 你就重錄 然後他會偵測到有 你就把他蓋過去就好 好 1 優標放這裡 2 的話 Ctrl 序格向下 3 Delete 好 錄完了 停止 那怎麼執行他呢 很簡單 點一下聚集 就按執行就可以了 有沒有 如果RUN OK 那恭喜你 表示你沒有做錯 另外的話 如果你想看程式的話 這邊有個編輯 有沒有 他會跳出Visual Basic 在這裡 兩支程式在這裡 OK 細節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做完之後 待會我們再加按鈕 然後並且加觸解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